各位歌手选择了一个自己所想看到年龄组 他们的投票情况 大家想知道自己所选择年龄组当中的投票结果吗 可以啊 有哪位选择了一龄组 孙楠你是想知道你在一龄组的成绩 还是想知道一龄组获得冠军歌手的成绩 那我就听冠军好了 对吧 这样多令人振奋 我的票带也特别少 也很尴尬 算了 机智 机智 那我们为大家揭晓一龄组票选的组别冠军是 他就是古巨鸡 有哪位选择了二龄组 你不是想知道自己的成绩 还是想知道这个组别的冠军 你先选吧 你是弟弟 我听自己的好了 因为我最没有把握那个阶层 所以我很想知道 是的 而且我看到的那个前三十票 我是落后最后一名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那个接下去的有没有赶上 同上 好 那么胡彦斌 在二龄组的票选当中是排在第几位呢 第七名 韩洪洪老师排在第五名 好 我们接下来选择三龄组的是张亮颖 看这个组别的冠军吧 好 三龄组观众票选的冠军歌手是 你太有自信了 张亮颖 恭喜 好 接下来这三位歌手 李健 古巨姬 阿琳 都是选择了四龄组 你们是选择看自己的名次 还是想知道冠军的名次 自己吧 冠军吧 阿琳呢 自己 好 李健和另外一个歌手 处于同样的一个名次 并列 那么至于这个歌手是谁 暂时不告诉 李健在四龄组的名次是 并列第三 那么阿琳和基仔想知道 四龄组的冠军是 阿琳想知道他自己的 这样资格自己的排名 对不对 答案是同一个 阿琳 并列第三 对不起 第一 一个要公布冠军 一个是要公布自己的名次 恭喜 恭喜 刚才呢 我们通过这个 单个年龄组的 名次的揭晓 让大家大概能够预估一下 本场的进演成绩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我拿到本场的成绩单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吃惊 所以这个名次 可能跟我们以往的预估 有一些不一样 现在我们为大家揭晓 继演结果 我们从第五名开始公布 喜护合音新升级 立白造业 我是歌手 第三季第二轮第二场 本场排在第五名的歌手是 因为今天听唱票来讲的话 感觉可能真的是比较担心难歌 行 就保持第五就行 别淘汰狼就行 本场的第五名是 本场的第五名是 孙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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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为大家揭晓 本场今演的第四名 这位歌手 他的表演 非常的稳健 脱俗 本场排在第四名的歌手是 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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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这个名字怎么样 我没太多想这个名字 因为这个名字是 很难预估的 到今天得到这个 散发着 有点这个工业气息的 我对到的奖牌还挺高兴的 对我来讲是一个更大的意外 好 请坐 谢谢 接下来揭晓的名字是 第三名 本场的第三名是 孤聚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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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仔队今天的表现满意吗 今天 第一次在这个舞台唱快歌 而且也特别练舞 一直没有想过 排名不排名 所以今天是玩得很开心 好 谢谢 恭喜 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揭晓 本场排在第二名的歌手 本场的第二名和第一名票数非常接近 是三票之差 本场的第二名是 他的名字是三个字 哪几位歌手名字三个字 胡彦斌 张亮颖 黄丽玲 那你算啥子 那么本场的第二名究竟是 胡彦斌 张亮颖 还是黄丽玲 他的名字是 李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下节更精彩 李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现在继续 那么本场的第二名究竟是 胡彦斌 张亮颖 还是黄丽玲 他的名字是 要改为两个字 阿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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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座的几位歌手 上一场的排名 本场第二的阿灵 上一场也是第二名 本场第三的古剧机 上一场第六名 本场第四的李健 上一场第三名 本场第五的孙楠 上一场第五名 上一场胡彦斌是第四名 上一场韩红是第一名 上一场张亮颖是第七名 本场没有公布的名字呢 是第一名 第六名和第七名 我们先为大家揭晓 本场排在第一的歌手 喜护合一新升级 立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第三季第二轮第二场 本场的冠军歌手是 是首次在这个舞台 走深情路线的胡彦斌呢 还是在舞台上表现出 气冲云霄的韩红呢 还是带领一个国际法表演的张亮颖呢 本场的第一名是 张亮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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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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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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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你高兴 表演 谢谢 做到吗 我好想做 不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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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因为唱那个 《Bang Bang》 所以写了点棒棒 他唱得好就给颗糖 棒棒糖 谢谢 这是我们那个屋的一个约定 谢谢 现在还有两个名次 分别第六 第七名 我宣布第六名 另外一位就是第七名 这是本场的排名 我们要综合两场得票率 两场累积 这是本场的排名 我们要综合两场得票率 两场累积 这一家综合排名率 排在最末的歌手 将是我们这一轮比拼 离开的歌手 现在 两场 综合竞演的排名 拿在我的手中 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第四名到第七名 得票率非常非常非常的接近 这四位歌手是 胡彦斌 古剧姬 孙楠 张亮颖 本轮淘汰的歌手 将在四位歌手当中产生 因为我一直不想面对 这样一个时刻 我们动员你们来的时候 我们说你们要相信 自己的歌唱能力 你们自己的艺术感染力 你们一定会喜欢这个舞台 会享受这个舞台 但是我们现在 要面临这样一个残酷的时刻 要为大家揭晓 排在最末的歌手 喜护合一新升级 立白天然造业 我是歌手 第三季 第二轮 两场总排名 排在最末的歌手 排在最末的歌手是 我非常喜欢这位歌手 他的表演 有着充沛的激情 他的音乐 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热血沸腾 本轮我们失去的歌手是 胡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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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我是觉得说 今天我唱这一首歌 非常的开心 是因为我觉得 这一首歌一直是我想唱的 它有一个特别的味道 我今天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自己有点想哭出来 第二个我想讲的是说 很遗憾被淘汰了 我有享受到这个舞台 以及跟每一位老师的 一个切磋 下一期我还会来这里 跟大家say goodbye 我还会带来一首 用心去改编的歌曲给大家 尽量地做到 让所有的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们 觉得说 露死掉胡彦斌这个歌手 是遗憾的 胡彦斌离开这个舞台 对我们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损失 每一次对她的编曲 我都是充满了期待 黄老师 其实冰冰真的 特别努力 特别认真 我们每一期看到她的编曲 她都熬了很多个夜晚 推掉几乎自己所有的工作 我觉得今天要怪的就是 因为我没有抽到 一个很好的顺序 而且我觉得今天没有遗憾 因为她把自己想唱的歌 唱出来了 她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总决赛我们还会回来的 感谢冰冰 也希望在我们的突围赛 能够成功地突围 加油 冰冰加油 不愧 我可以的 没有问题 冰冰永远是笑脸 等我我还会回来的 是给我的吗 我会怀念你 虽然我们前一季开玩笑 跟人说 不让你回去编曲 你别忘了给我编一个 这样下一期 编曲 编曲就对了 给我编一首 好 来来来来 我们抱一下 感谢你 谢谢 谢谢 特别创 谢谢 真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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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谢谢 来日方长 好